众所周知,神话传说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些故事里的神仙也不完全是虚构的,有些人在此后被百姓纪念因此封神,根据一些历史的记载,我国古代有三个死后被封神的女人,生前皆是凄惨命苦之位,特别是第三位,那么这三个女子都是谁呢? 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揭开历史的阴影,这里是胜历史,欢迎订阅观看,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一个生活在福建的人欠了别人的钱不还,欠款人还当着法官的面撒谎说自冤,然而法官让他当着妈祖的面发誓,结果欠钱的人突然间改口和法官说出了实话,从上面这个流传已久的小故事就可以看出, 妈祖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民众心中的地位很高,绝大多数印象中的神应该是高高在上的,而在沿海的居民却将妈祖是做一个活生生的人,妈祖不仅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证,还可以坐飞机和高铁,妈祖的原形是生活在北宋的一位叫做林默的女子,林默出身于当地的名门望族, 其祖上是近代的晋安郡王林陆,林默的父亲叫林维雀,母亲王氏,这对夫妻并没有仗着自己的贵族身份欺压百姓,反而经常做一些善事,在当地拥有很好的名声,根据民间故事的说法,林默的母亲王氏在怀孕的时候梦见了观世音大事,观音对王氏说道,平日里你家行善积德,今日赐你一晚,后来王氏便有了身孕, 等到分娩的时候,王氏看到一道光从西北方向射入产房内,室内香气飘大,此事传出来以后,周围的人嘖嘖称奇,林默的父亲对于这个女儿也十分疼爱, 传闻林默出生之后,至满月一个月内都没有哭,于是父亲便给自己的这个来历非凡的女儿起名为林默,默也就是沉默,默默不语的意思, 出生时天有一项似乎注定了林默的不平凡,事实也的确如此,林默从小舅展现出自己过人的天赋,他不仅过目不忘,还十分聪明,大多数古代女子的终极目标就是嫁人生子, 然而,少女时期的林默就立下志向天下人做善事,长大之后,林默致力于钻研医术,为人治病,由于林默从小舅在福建沿海一带长大,因此她的水性很好, 也通晓天文气象,时间一长,每当渔民出海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来问林默,林默也经常会帮助渔民来预测天气变化,以及当天是否适合出海,随着时间的退役,林默审女,龙女的身份便在渔民之间传开了, 林默在28岁这一年去世的,她一生都没有嫁人,却始终致力于为人排忧解难,救助困苦的百姓,林默去世之后, 当地出海的渔民纷纷传说,在海上可以看到身着红装的林默就人于风浪之间,后来渔民们在出海之前习惯供奉林默的素像, 以祈求出海顺利平安归来,当地人也称林默为妈祖,朝廷在知道了林默的事迹之后,也对她进行了封赏, 此后元、明、清几个朝代对于妈祖也有多次封赏,如今,妈祖信俗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在全世界拥有妈祖庙超过5000座,信众已超过两亿人,特别是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妈祖是许多人心中地位最高的人, 中国台湾地区约有2300万人口,其中有超过1700万人都信奉妈祖,可见这一文化的繁荣程度之高, 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混乱的一段时期,群雄歌剧,军阀混战老百姓苦不堪言, 但是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诞生传奇人物最多的一个时期, 因为这段时期不仅出现了诸如关羽,诸葛亮这些被后世封神的男子, 也有一些女子在死后被封神,其中最有名就是洛神, 她现实中的名字叫做真姬,曹植的洛神父,让真是以绝色美女的身份定格在历史长河中, 可惜的是,事实上真是生前的遭遇十分悲惨,严格来说是前妻幸福,后妻悲惨, 最初真是是袁熙的妻子,可谓是家庭和睦相敬如宾, 然而曹操父子带兵攻下袁氏的老巢夜城的时候, 真是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真是只有21岁,丈夫袁熙当时担任幽州刺史, 兵败之后真是和婆婆刘氏被带到了曹丕面前, 之前曹丕就听说过真是的美貌,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用非凡二字来形容真妃的美貌, 曹丕见到真是之后, 却发现他一直将头埋在婆婆刘氏的膝盖上, 但依旧遮盖不住他那非同一般人的美貌, 对于此事,三国志是这样记载的, 文帝就是, 其颜色非凡, 称探之, 从这里可以看出真是确实拥有惊人的美貌, 曹丕就是后来的魏文帝,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 曹丕强行娶了真是, 避免了他成为营寂的命运, 也算是不幸中的外星了, 正所谓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真妻虽然长得比较漂亮, 可终有一天会荣雅老去, 新入宫的女子就会取代她的位置, 从而得到曹丕的欢心, 历史上的曹丕与其父亲一样喜欢女子, 人生的中后期后宫爱性者有三, 一个是贵嫔郭女王, 一个是后宫里贵人, 还有一个就是出身豪门的殷贵人, 相比之下, 已经荣雅老去的真是再也不受宠, 再加上一些人的特意陷害, 最后死得很凄凉, 而且还是曹丕禽兽杀死的, 殡葬是批发负面, 以康塞口, 传闻曹丕也一直暗恋自己的这位容貌非凡的嫂子, 曹丕在得知真是去世之后十分伤心, 有一年曹丕进京拜见曹丕, 无意中便看到真是遗物, 曹丕在返回封地的路上, 再也抑制不住悲伤的情绪, 经过落水之盼的时候, 他便一挥而就, 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落神父, 在这篇《复》中, 曹丕江真是塑造成了落水之神, 漫漫真是也就成为了被封神的一个女子, 比起林墨早逝, 真是辗转于不同的男子之间, 侧神七姑则是这三位女子中命运最悲惨的一位, 七姑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七夫人, 刘邦, 吕后和七夫人三个人之间的故事可谓人尽皆知, 鹏城之战刘邦大败, 她的发妻吕智被项羽逮捕, 但在逃跑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七夫人, 七夫人长得国色天香, 再加上又比较的有气质, 所以是刘邦后妻最宠爱的妃子, 没有之一, 其实七夫人若是老老实实当自己的宠妃, 也不会有大事发生, 可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自从生下儿子赵王刘如意之后, 他经常给刘邦吹枕头风, 想将自己的儿子刘如意扶上太子之位, 爱屋及乌的情况下, 刘邦也逐渐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但最终迫于朝堂上的压力, 没有改立太子, 然而也就是这一举动让吕后将七夫人视为眼中钉,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去世, 吕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七夫人和他的儿子刘如意, 生性善良刘盈却处处保护刘如意, 终于有一天吕后等来了机会, 他趁着刘盈出去狩猎的机会, 直接干脆利落的毒杀了刘如意, 吕后给了刘如意一个痛快, 但是七夫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吕后命人将其夫人的手脚砍断做成人棍, 甚至到了此时吕后还觉得不解恨, 又命人戳瞎七夫人的眼睛, 弄聋他的耳朵, 最后还把七夫人扔在猪圈里自生自灭, 吕后折磨七夫人的过程中, 还让刘盈和众位大臣参观其惨状, 众人看到之后无不被七夫人的惨状吓到, 就连刘盈也忍不住怒吼自己母亲的残忍, 受尽非人虐待的七夫人, 被扔进厕所的第三天就死了, 吕后虐待七夫人的行为传出来之后, 普通百姓为了表示同情将七夫人奉为厕神, 如今在我国的一些地方, 每到中元节还有祭祀厕神的习俗, 或许很多人会觉得, 七夫人不是死在猪圈里了吗? 为何会被称之为厕神呢? 其实古时候的猪圈其实和厕所是连着的, 猪经常以人的排泄物为食物, 这样一种情况至今在我国的南方还存在, 所以被称之为厕神也是名副其实, 总的来说, 我国的封建时代完全是男权社会, 女子生活本就十分艰难, 上面所讲述的三位女子, 由于各自不同的境遇被载入史书, 留下了自己的传奇故事, 妈祖林默一生都在做善事, 然而英年早逝不得不让人感叹其命苦, 洛神真妃也为其美貌被迫尾身于不同的男子, 最后还被人陷害致死, 七夫人与吕后的恩怨几乎人尽皆知, 随着刘邦的去世, 吕后赌掌大权, 七夫人也为自己曾经算计吕后和刘盈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不过吕后为了泄愤, 用残忍的方式对待七夫人, 也让人觉得未免太过恐怖, 虽然政治的争夺本就是血腥的, 但毕竟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直接给七夫人一个干脆的死法, 更让人觉得比较好, 刘邦是刘太公的第三个孩子, 虽然他有哥哥和弟弟, 但刘太公对这个儿子一直非常钟爱, 刘邦的祖父曾是官员, 家境相对富裕, 但到了他的父亲这一带就开始衰退了, 当时刘太公的家庭主要以农业为生, 但随着年龄增长和名人故事的影响, 他意识到仅靠耕作难以有所作为, 决定出去拓宽事业, 信邻君魏无忌是文明的战国四公子之一, 也为他的品德和才干出众, 令当时许多人愿意投靠于他, 刘邦当时非常钦佩魏无忌, 把他当作自己的榜样, 因此他下定决心离开故乡, 前往魏无忌的门下提升见识, 一天刘邦对他的父亲刘太公说道, 我想出去旅行, 去魏无忌那里做个门徒, 受到当时思想的影响, 刘太公希望儿子留在家里务农, 因此故意说, 外面的战斗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实在是非常危险, 刘邦听后并不以为意, 随即刘太公继续说道, 在动乱的时代中出行, 务必要有过硬的武功来保护自己, 再说魏无忌那么有才能, 他的门客自然也非同寻常, 像你这种连几个字都认不全的人, 怎么可能成为他的门客, 甚至可能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 刘太公的话语显然是在故意设置障碍, 目的是让刘邦新生退役, 但结果却恰好相反, 刘邦深知父亲的话极具智慧, 于是他决定拜师学习武艺和文化, 从此, 刘太公明白自己的儿子将注定与众不同, 后来, 刘太公将所有的家当拿住, 支持刘邦的远行, 见此情形, 刘邦深受感动, 他历史外出后必定有所成就, 然后回来孝敬父亲, 尽管魏无忌的去世, 使刘邦的计划未能实现, 但魏无忌的门徒张儿, 却开始招揽追随者, 刘邦得知此事后高兴的前往拜访, 尽管张儿的能力或许不及魏无忌, 但他的视野显然要比刘邦更加开阔, 在耳濡目染的影响下, 刘邦的视野逐渐扩展。